欢迎收看,我熊老师可以教数学 我们这一集主要要先来跟大家大概的介绍一下 除了我们介绍过平行四边形跟梯形之外 其他几种四边形 这个矩形 矩形是四个角都是直角 然后对边也相等 这样子,那基本上矩形是一种 平行四边形 平行四边形如果四个角都是直角,它就是矩形 然后这个平行四边形 我们知道它对角线会互相评分,对不对 那如果对角线有等长的话,就会是矩形 那这一点我们在下一集还会再跟大家整理 另外一个也是平行四边形的,就是菱形 菱形也是一种平行四边形 因为菱形的对边也相等,菱形是四边都相等的 可以吗?那四边都相等的菱形 所以它的对角线也会互相评分 可是它的对角线没有等长 它的对角线是互相垂直 这个其实我们在之前的某一些题目已经介绍过了 就是因为这个菱形的话它四边要等长 所以你可以想象它对角线是互为中垂线 所以中垂线上任一点到线段两端点等距离 所以它的四边是等长 可以吗?但是它的对角线本身没有等长 长方形是对角线有等长 对角线有等长 那如果今天对角线是又等长又垂直呢? 也就是说有一种形它既是长方形 也就是既是矩形也是菱形的 那就是正方形 那当然正方形也是一种平行四边形 这样子 这是它们之间的关系 那另外呢 我们现在在前面还介绍了梯形 在这张图上没有啦 梯形是一双对边平行 另外一双没有 这样可以吗? 那还有就是在这里 这个在国小的时候比较少看到 但是也有提到 这个叫渊形或者是叫 揪形 渊... 渊... 渊形或者叫真形 那基本上 意义都一样 就是说这个是风筝嘛 那因为风筝以前中国叫子渊 所以叫渊形 或者叫真形 那这样子 那你会发现 这个渊形的对角线也有垂直 可是它这一组是平分的 但是这一组没有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组是中垂线 所以这边会等于这边 这边会等于这边 可是这两组没有 OK 那这个就是这个 零形 渊形 平行四边形 长方形跟正方形和T形的关系 那我们很快的再整理一下 简单来说呢 就是最大的 不是最大的 就是 最广泛的 一个是平行四边形 那也不是说这个世界上平行四边形很多 只是说它底下有很多分支 如果四边相等的话 那就是零形 如果四个角垂直的话 那就是长方形 也就是矩形 那如果四个角相等 四边又相等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就是正方形 可以吗? 所以它也在它里面 它也在它 他们两个都在它里面 这样子 好 那么零形的面积要如何计算呢? 好 那我们有很多方式可以去推论 比较常看到的一种说法 就是说 我今天把这边 过这个顶点做这边的平行线 过这个顶点做这边的平行线 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一样 这边也做上来 下面也做 那这样就会围出一个长方形 因为这里是直角 所以这里会是直角 好 那这个长方形的面积 是这两条对角线相乘 那你可以发现 好 菱形面积在这个部分 是这个 这一块的是一半吗? 在这个部分是 这一块的一半吗? 好 对不对? 所以菱形面积是整个长方形的一半 所以菱形面积是对角线相乘除二 可以吗? 好 那其实真行也是 用同样的方式就可以推论了 可以吗?对角线相乘除二 那其实怎么样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就在这里 平行四边行 对角线相乘除二 如果我如法炮制 好像是念如法法无治这样子 这样子 那 我这边有点不够歪 不过没关系 我这里产生一个大的平行四边行 那你其实也是会发现怎么样? 我的原本的平行四边行还是一样是大的这个的一半吗? 对不对? 所以它的概念上是一样的 那其实菱形也可以 因为菱形也是平行四边行 那为什么我们在平行四边行的时候说面积 我没有这样算呢? 那原因很简单啊 因为就算你把它往外围了 产生一个平四边行 我告诉你这个6啊 这个10啊 你还是算不出来啊 对不对? 那因为菱形跟这个渊形或真形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就是它的对角线是垂直的 所以它对角线拉出来是矩形 直接相乘就可以了 相乘除了就可以了 可以吗? 那这个就是四边行 那这个就是四边行 这里有两个问题 大家想一想 如下图 当我用压力挤压一个开口是矩形的指向 也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ABCD是它的开口 那我用压力把它一挤 一挤它是这个开口就扁掉歪掉了 对不对? 那这个指向被我一挤歪成这样子 结果它开口所围出来的是一个平行四边行 这个平行四边行的面积 如果是原本这个的一半的话 请问这个时候 这个角是几度 此时A'CD是几度 OK 下面这个问题 我有一个矩形 AB是3 BC是2 在AB上有一点批 那当这个批对这两个对角线 分别取距离 批到这两条线的距离 就是做垂直 那这样取出来 请问这两个距离和 也就是要问你 PR加PQ会是多少 诶?这样就可以求 嗯?真的吗? 好 那再来想想 那么当同学们继续这个 思考问题的时候 我们来 延续的在上一章讲到 因为其实这个精神分析的这样子的心理治疗的成效呢 目前还被医学界有所保留 好 他们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没有错 但是就是 还是会有很多人认为 因为我们也讲过 这个精神分析师 他的培育过程很 很专业 所以很复杂 所以他们的收费都很高 那就很容易会有病患觉得说 我花那么多的钱看 如果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没有什么效 那怎么办 或者是说 也许病患 一旦他需要遇到 需要被这个心理治疗的时候 精神治疗的时候 他已经有急性的症状了 比如说他开始这个 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 或者是他开始出现这个不受控制的行为 那这个时候他已经需要直接的被抑制他的症状了 对不对 他已经展现一些症状妨碍到他的生活 那当他需要被抑制症状的时候 你还跟他说 来坐下来告诉我 你现在感到很平静 那个你现在是六岁的时候 你六岁的时候你没有什么事情 这样 你就会觉得说就是 好像现在要做的不是这个吧 对不对 所以即便是有精神分析这样子的医疗方式 那我们都会发现精神科很常使用的就是药物 那为什么会说用药物呢 因为其实我们对大脑的了解还十分的少 人类对大脑的了解还十分的少 所以我们对于大脑的几个现象 都是以化学的角度来去看他们的 这个叫做分子生物学或分子化学 就是说早期的生物学以前有熊老师那个年代 国中的生物就跟你讲到的尺度都是细胞 那我们那个时候说细胞吸收营养就是扩散作用 细胞膜细胞壁这样子 那现在你们的这个生物学 现在国中的生物就已经会跟你说 其实细胞上面有很多分子孔道 然后会告诉你说其实细胞核的外层有 你会看到那个课本上画那个细胞 他的细胞核我们以前都是画一球 那你现在看到他现在的那个国中课本上面 他这个这一球他会画成这样 画大一点在下面 如果这说这是细胞 那他的细胞核会画成 这样子就是 这样子 那这是在做什么呢 就是其实细胞核 他并不是以前人所想像的一颗像果壳这样子的东西 或者是一团东西 其实细胞核的这个核型呢 他其实是很多的脂质 类似脂肪 就脂质 很多脂质的折叠 折叠出来的 很特别喔 他是折叠出来的 那也就是说 这就是目前的医学的进步 所以已经开始用分子的角度看待细胞了 但是即便我们能够做到如此 我们对大脑的运作还是很很不确定 所以我们对于人类的许多的情绪的发展 只能够了解说他刺激到大脑的某个区块 某个区块活化 或者是从这个分子化学分子的角度来说 如果他脑内某一种成分升高 他就容易有一些怎么样的情绪 那所以 这个目前我们要去处理这种急性的 精神科的急性的症状 或者是我说如果你怀疑 这种心理分析它的成效 那你想要更物质性的 不是用讲讲话的 而是用物质性的 更这个也可以说科学一点 那不是说精神分析不科学 那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更物质性的治疗的话 那其实我们会常见的方式就是用某种药物 去降低你体内的脑内的一些成分 比如说一些这个正圣上线素啊 比如说我们很常听到血清素 它好像跟这个忧不忧郁有关 诸如此类的化学物质在你脑 在你大脑里面会影响你的亢奋与否 还有甚至过多可能会产生幻觉或者是之类的 那所以这个精神科医师会投药 用让病患吃药的方式来去压制他的症状 那因为我们刚才讲到前面几集讲到这个精神科 他其实他在诊断上面 你可以了解到他们的诊断是概念性的 因为我说他其实不了解嘛 我们其实对大脑的了解还很低 所以你到底适不适合被治疗 我们很常使用的一个角度就是你是不是影响了正常生活 但是正常生活怎么界定 生活 对不对 假如我今天我是一个比如说国中生 那我每天难过难过 其实也没差啊 对不对 就难过难过嘛 那假如我今天是一个比如说政治人物或者说歌手 我每天要上台唱歌的 那我难过我就嗨不起来啊 那我 所以我难过难过我就觉得他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 对不对 那我就会想要去这个看医生 那医生他也许他就会认同 他影响到我正常生活他就会开药 那这在另外一些医生来的眼光里看起来呢 其实他也只是难过难过而已吧 那这样是不是要开药呢 这个精神医学上面会用一些量表 让你去勾 看你符合几项情况 如果符合的情况多了 那你就可以被治疗 但是这样子的这个设计衍生出来就是 可能会有啊 不是说大部分 但是有一些 有一些精神科医师呢 他这个期待治疗病人 所以当病人来这个询问他说 尤其因为病人一定会觉得自己好像有问题嘛 那其实去看过医生的都知道 尤其假如你跟爸爸妈妈去看 爸爸妈妈都喜欢把病情报的严重一点 就是病人不喜欢说 我今天跟医生说我好不舒服啊 怎样怎样怎样 医生跟他说你这个其实没什么事回去躺一躺 那病人会觉得没有被治疗到我就很不舒服 你叫我没事回去躺一躺 那所以有的时候医生他就会觉得说 嗯好吧那就开个药给你 或者尤其是像精神科的 他这么难诊断清楚 那我们就会发现精神科的药物常常有滥用的问题 那这个也跟一件事情有关联 就是这个精神病 精神疾病或者说精神疾病的症状 去罪化和去病化的问题 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现在的一些精神医师 我说他们可能会比较轻 比较容易的就认为说好吧 那你需要治疗我就给你要吧 那并不是说真的说这些医师他就是一定 因为他想要赚钱开药可以赚钱 我们不一定要用这个角度去看待他 因为其实精神医学的发展在十几年前 在他刚出来的时候 他其实是许多人的救星 因为很多人比如说我忧郁 我忧郁我很难过 我很难过的时候旁边就会有人跟你说 其实你不应该这么难过 其实你可以振作起来 你为什么不振作起来呢 于是搞得好像我难过是我的这个人格上的缺点 就是我太容易难过是我的缺点 然后搞得好像我应该要振作起来 结果没有振作起来 好像是我不对 你看你这么难过 那你周围的人都跟着一起难过了 这样好吗 搞得好像我已经很难过了 然后我还要为我的这种难过来承担一些责任 我害了别人 然后我还不振作起来 很不应该 也就是好像难过的人 怎么样好像忧郁症的人 他有罪一样 他有不对 这个社会看待精神疾病早期 就是会觉得说这些人有一些是不对的 认为他们有不对 他们应该要自我控制好 但是当精神科医学发展出来的时候 于是这个医学越来越稳固的时候 于是这些人他就会备用一种角度 就是说他其实没有不对 他根本没有办法控制他大脑里面的化学物质 所以今天他的化学物质 就好像你就已经在一个寒冷的夜里了 你会发抖是很正常的 所以你的化学物质已经改变了 你会难过是很正常的 所以他现在需要的是什么 他需要的不是振作起来而是治疗 我们可以给他一些药物 改变他大脑的化学物质 那这个时候他就不那么容易难过了 他就可以回归到他的正常生活 这不是他的不对 这只是一种病而已 所以精神科疾病的认定 精神科医学的确立和成长 其实在一开始他的确是给这些有精神科症状的人 有身心症 有的时候你看到那个诊所会有身心门诊 就是身体和心理互相影响的情形 但目前身心门诊好像最大宗其实是那个失眠 那我们一般不会把失眠视为是精神疾病 但是总而言之呢 就是把这个身心问题 以前的人会认为这是一种你的责任 你自己要做好 那但是当这个医学发展起来的时候 他就会告诉你说 其实人不可能控制自己的化学物质 你就把它当成是 不管是有病也好 还是一种要调试的症状 比如说像过敏 我就很容易打喷嚏啊 那你要说过敏不是病也可以啦 反正就是我很容易打喷嚏 那不好嘛 所以我就这个吃一些这个能够抑制过敏反应的药物 这样子 来去改善我这个容易打喷嚏的情形 那这个这就是精神医学 他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他等于说用一种疾病的观念取代了责任 取代了罪 那让许多的患者他在受治疗的过程中 不会再被二度伤害 不是说我已经忧郁了 然后我还愧对这个社会抱歉 我让自己无法快乐起来 就是我的错 不是这样子 但是呢 当我们慢慢的发现 好像精神科的药物开的有一点腐烂 为什么 变成说你有一点点难过找医生 那医生也不能说 你就振作起来吧 对不对 那你都已经找医生了 那医生就想说好 那我开个药给你 可是呢 这样会不会太过度了 会不会其实你真的就是你知道 过一阵子振作起来就好了 那当然医生会有他的专业去衡量啊 只是说我们以结论来看 目前真的是大家都普遍的认为 精神科的药物有开的太过普遍 那因为他的认定上比较这个非根据于物质性 而是一些量表你自己觉得符不符合 这样或者是医生的观察 那因为又因为医生不希望把你的心 那个心理层面的问题或你的精神层面的问题 加折于患者了 你跑来看医生医生说 其实你正做就好了 不用吃药 好像这是你的责任 那所以其实就变成说好像精神科很容易开药 那于是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声音 就是说呢 其实这些东西他不一定是病嘛 我说我遇到 我遇到这个像有一些男生 说我一看到女生就很害怕 开不了口 这个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 有没有影响我正常生活 有啊 那我是不是需要吃一些药 来让我遇到异性的时候更有自信 那我跟你说还真的有这样子的药 就是但我不说很有效 但是针对这种效果的药物总是会有的 但是这个对医生来说呢 他到底是要认定什么 他是认定说对你现在需要被投药治疗 因为这个影响你的正常生活 你无法顺利的交女朋友是一种 我们可以视为是病症 还是说不对 这就是你自己勇敢一点 他如果开了药 就会被认为是滥用 他如果不开药 就好像这是你的责任 好像他也跟精神科的发展上有一点点这个矛盾 所以这个目前是两难 这个目前是两难 那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情形 就是我们要正面看待 真的有需要帮助的这个精神病症状的人们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说 其实这个不要太腐烂的认定精神病 要不然会导致药物滥用 而且对当事人而言 这个也是包括心理层面也是 其实精神科医生也会担心说就是 药物依赖 变成说其实有一些事情你不用把它视为疾病的 但是你变成在整个文化体制底下 太习惯看医生 然后太习惯服用药物 那其实这样子对这个患者本身 对一般民众也是不好的 回来看这两题 这里有一个矩形的箱子 当我压下来的时候它会扁掉 那扁掉了之后呢 他这样子他说这个面积变成这个的一半 那其实我的这个面积是底层高 对不对 我现在这个面积是底层 二分之一高 那其实我的高是什么 高就是这个 对不对 有没有看出来 对不对 直角三角形一股比斜边是1比2 这个是30度 OK吗 好 再来看下面这个 他问你说这样这个扁点到对角线的距离和 这两条紫色的线合起来是多少 其实我们以上面这个三角形来看 整个矩形的面积是6 那上面这个矩形的面积是3分之2 然后上面这个矩形呢 这个动作我们之前都出现过 就是把它剖成两边看各自的高 在等摇三角形那里有出现过 在不久前的某一题也有出现过 那所以说你看我就是我常在讲 你学习这个推论的过程 推论的过程可以使用到不同的问题上面 而不是去学这个结果 去看说这一题怎么解而已 对不对 我们遇到高怎么样 要算面积嘛 那我有两个高呢 干脆就剖成两个面积算嘛 是不是 那 这个因为他是矩形 所以他的对角线我们可以求出来 一条AC是 3 2 更号13 那这个AQ和BR AQ和B 更正 AS和BS 就是2分之更号13 对不对 那现在这个大三角形的面积是这两个 APS和BPS的核 三角形 三角形 ABS 等于三角形 APS 加三角形 BPS 那APS这边是 AS 乘PQ 嘛 所以他是PQ乘上 2分之更号13 3 乘2分之1 加上 这边是 PR 2分之1 合并起来写4 4分之更号13 加上这边是PR 也乘上 也乘上了2分之更号13 也乘上了2分之更号13 再乘1分之1 那这样这两个合起来会是 这个整个ABS的面积 那我们刚刚讲的他是1.5 2分之3 那所以PR加QR 他就会等于把这个这两个提出来再除过去 所以是2分之3 写这边 2分之3再除以更号13分之4 也不得乘以更号13分之4 更号13分之6 所以是13分之6更号13 这是这一题 你没有算对吗 好可以吗 再来看这个问题 我现在呢 BC被三等分 被M跟N三等分 BM等于MN等于MC 这样子 那请证明AB加AC会大于AN加AM 证明这一点 那这个我们下一集再来带大家做 那因为其实是蛮有 蛮值得想的问题 所以我希望大家想一想 自己试着真正看 用我们前面交过这么多的内容 跟什么可能比较有关系 然后这一集的作业 好 4分之5 目前的创作用 5分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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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到這裡